《心在哪里》 首先你要知道心在哪里 知道吧 这些包括二祖当年问达姆也是无法爱心的问题 徐菩提问金刚经里面问释迦摩尼 也是说刚开始修行佛法如何降服其心 所以佛学里面首先知道 心在哪里 你不能认为你的情绪就是心 知道吧 你坐在这儿 你身体很烦 知道吧 很烦恼 你不能认为那就是你的心 我们那是个念头 如果是你的本心的话 那个心不会变的 它是永恒的 那叫我们的法身 这是我们的本心 这个本心是法身是如来来的 但是我们经常错认为这个念头是我们的心 其实起心动念不是你的本心 这是个幻境 所以这个幻境是时空幻境来的 它骗你的 知道吧 如果我今天你觉得我很苦 你觉得我的心很苦 我的心被控住了 其实是你的念头在制造障碍 就是如果你认为你的情绪 我今天这个苦难是我的心的话 你已经下地狱了 你怎么能够解脱呢 你怎么能够把这个心转成快乐呢 他如此烦恼是吧 他坐在这他如此痛苦 你怎么能把这个 如此痛苦转成快乐呢 他没有发生快乐的事 他怎么能转呢 就算今天上午我如此痛苦 下午我可以 我们可以同时具备快乐的痛苦的 今天上午我看见一件事 我很痛苦 下午我遇到了特别喜欢的事 我又很快乐 但是那个快乐带起不了这个痛苦 我想到这件事我仍然会哭 想到那件事我仍然会笑 知道吧 所以今天一天 我们可以快乐跟痛苦着 一半火焰一半水 就不是说 火跟海水同时存在你身上 是吧 四大火同时在你的身上 就是说我们可以快乐着 也可以痛苦着 甚至如此奇妙的组合在我们身上 知道吧 这是个幻境知道吧 你必须了 你不能认定那个快乐的是你 如果今天你会问我说 到底那个我下午快乐的那个是我呢 这个早上痛苦的这个是我 哪个都不是 就是说这种理论知道吧 这种芥蒂很重要的对我们 我们就像一个电脑一样 你输进什么样的信息和指令 将会影响你的整个人生 你知道吧 所以我们听到圣灵的耶路很重要的 这个心在哪 哪个是你的本心 如果你认这个起心动念 不断的生生灭灭的情感情绪 或者你觉得痛苦快乐是你的话 你就一直会这样子苦来苦去 因为无常本身就是苦 变化来变化去本身就是苦难 知道吧 你就是快乐了 你都会发现 哎呀有一天我会失去这种快乐的 因为无常嘛是吧 所以如果你认为这个心是真的是你的心的话 你已经开始有无名的根源 就苦难的根已经在这了 这个心它就不可能永远带给你快乐 知道吧 它就是今天快乐 明天痛苦 后天烦恼 后天无孽 甚至是发呆发傻 这不是你的心 是吧 你要说去我如何降服自己的神 你必须知道我们的本心是在哪里 我们的本心不是这个 而只有本心是不生命的 永恒存在的 它不是幻境 它是真实的 但是这样说 大家就会说 那是不是个上帝啊 他真实的 他在哪里 所以不能说他是什么 如果我在定义这个本心是什么 你只能起个名字叫如来 如果如果我定义这个本心是什么 大家就会认为他可能是个无所不能的上帝 他永恒的嘛 他不死嘛 是吧 你的你的心是散乱的 就是说这个散乱这是你的起心动念 是个念头 你不是这个东西 只是你的本心在这儿 这里边才能冒水泡 就像有本心如大海 你冒的这个念头就像水泡一样 你的本心在这儿 你才能万切风情不断的 又快乐又痛苦 你才神变无数啊 你这就叫神变知道吧 上我变痛苦下我变快乐 是吧 然后你只不过是不想苦 想永远快乐 他无常嘛 有快乐就有痛苦 就像有手心有手背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活在三维时空 你会自己制造而言对立的障碍 知道了 快乐痛苦是你造出来的 这两个名字 这两个境界都是你憋出来的 就像一个憋小说那个梦境 就像一个小说剧本 你就是写手 你就是枪手 你自己写的 你写我上午快乐 我下午烦恼 你这样写 你不自觉的 你的定义就是这样 快乐和痛苦 永远是对立的 知道 每根丑 永远对立 勾根境永远对立 三个恶 天地上下左右 因为你这个电脑的 你这个手机就是个三维时空的手机板 这种 升级啊 你会认知不一样 你要是坐在人力的角度 你要想调心太难了 除非你一身每天张开眼就看着 全是你想要的东西 看啥都是你心中所想就变出来了 就一切都是 你因为人力是欲求嘛 每件事每个 所有的一切都是你 你想操呢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知道吧 连你的念头都不会无力 知道吧 你想怎么想 你都不用 我今天不想说话 你们猜 大家都能猜走 猜走你想啥 你就开心了嘛 他猜不住 你怎么能猜不住我呢 是吧 无聊到这种程度 一切都是你想要的 那当然你开心了 是吧 今天 甚至你坐在这儿 你有一天你说 我想到这个桌子很干净 桌子没干净你都会生气 你怎么瞧 你告诉我 处缘即凡 瞧不过来 知道了 了知本心 知道了 明心见性 这就是佛学里面知道 你的本性是什么 这就是佛学里面的明心见性 知道你是谁 知道你不是这个生灭其心动念 去找那个真的你 找那个真正的心 然后来问我 拿你那个真心来问我 拿你这个起心动念 我扎条 好 怎么找佛说 离向而走 金刚经说 你一切想 你离向你就能找到那个本性 因为你现在各种想起心动念 你是快乐的 各种定义二月对的东西 把你障碍住了 就像前面蒙着一层一层的 一重重迷雾 离向如如不动 那个物就散尽了知道吧 你不断的制造 美的 丑的 够的 近的 那个迷雾是你起心动念造出来的 知道吧 不断的造 你不起胸的呢 停下来 但也不是死了 死了你在中医境界也走 不是那样 所以靠修定 然后明了本性 离向就是明星 明星就是离向 怎么样明星 不是拿个金 拿个秦佛士 我们秦佛士 不是拿个鸡毛带在这插 拿个什么 离向 离窃下不必进转 明星的过程啊 修离定 借星啊 你就见到了本来样子 你见到本星了 你不用问我这句话 你不会问我 达摩当年给二祖说 把星拿来我为如爱 二祖也是找不到啊 是吧 找到了不用爱 是吧 你没找到你才要安心 是吧 你找到了就不用爱了 开悟了 你更成脱落爱 这些说法都叫文字啊 没那么神秘啊 你必须知道 现在起心动念 你这个苦难 不是说这个世界 真的像大家想象的五着恶 是如此痛苦 佛说这个是个苦海 是因为 大家迷失在这个世界了 所以被这个世界捆住了 你捆住你不苦啊 被时空 不断的 刹车都撒不住 是吧 就撞上去了 撞上死亡了 一路崩到死亡 是吧 这不苦吗 所以 为了你升起初灵性 佛说这是个苦海 大家跳啊 你在这个苦海里填不了的啊 你看你填了一会儿 不也就哭了嘛 是吧 好 人家佛说 我在这个苦海里 开始活成极乐世界啊 诸佛不上都在苦海里 享受极乐世界的快乐 是我们不断的制造苦 苦难是你造出来的 知道 我们不断的制造 就是也许你说不是啊 这个世界很多人在造啊 空气污染我一个人 不是我一个人干的啊 是吧 这个世界很多事都不是我一个人 是吧 你先把你活成极乐世界 然后再利益帮助别人 他们不停的不停的在动 如果你只是在你的人力的情绪里瞧 那是有限的 我知道你今天就算十天以内 你很快乐 第十一天你也会烦的 因为发生了一件很烦的事 你怎么不烦呢 知道吧 肯定烦 你要想彻底的根治这个烦恼的毛病 是吧 所以说我能够 说心安安心 心回家 安心啊 找到心理的归信 找到本来面目佛学教 明白自己的本心 其实没那么 就是外相 你头脑都执着的那些相 就是你最大的一个屏障 你执着的 其实说万法 地球又没影响 你说句老实话 你不在乎它 它爆炸你也不在乎 知道吧 因为你也不知道 就你知道的那些 就你最校正的那些 今天你教着这个杯子 就在这破 你觉得它给你带来苦难 就在它这破 不要认为是它给你带来了苦难 你造出了苦难 知道吧 佛这个世界带不来苦难的给它 但是为什么我们就这么苦难 所以佛最后说 这世界是藏了我尽 修行永远不要抱怨啊 如果你一旦在解脱道上 你要是问我的话 把自己放成一个菩萨的位置上 你才能彻底离苦得了 先放在菩萨的位置上 一个菩萨永远不会抱怨 给称恨度气 永远不会贪真 贪真吃卖人的习气 一开始一发生 马上绝走 马上停下了 你一定会解脱的 而且身边会 你不用看风水 身边风水跟着 哇就转了 生生死争的那些噩梦 熟的全是三宝 就是贪真吃卖 就是人类的这些习气毛病啊 绝照到了 不要永远觉得是它造成的 是它造成的 就是自己干的 知道吧 但是也不要否定自己啊 也不要把自己骂得万恶不适啊 一切都是自己干的 你是个坏人啊 与你也没关系 就是因为你迷失了 找不到本来的自己迷失了 在时空迷失流浪 所以我们没有安全感 没有说找个安全感 找个家 我们去买个房子 去拼命的赚钱 很多人说姥姥怎么办 姥姥没人养我是吧 我一个人我要 我要赚点钱 这没有安全感啊 你又不是很爱 那冷冰冷的那个金桥啊 那个那些紫钱 是吧 不爱人的吧 你是说没安全感 因为心里没有归宿感 你在流浪 直到漂泊 知道吧 总觉得吃了上冬 没下冬呢 就感觉穷啊 为什么穷 流浪啊 你回家回皇宫当王子 你从来不会为吃穿 是吧 你的心不在王子的位置上 不在法王子的位置上 我们的心在时空流浪 所以我们恐惧 无助 孤单 寂寞 空虚 知道吧 然后觉得 光这些已经苦了 然后每天头脑 念头 刹那刹那生命 外发都在生命 有生命 你就会有死亡 知道吧 有死亡 你就会轮回 知道吧 这些东西都是假象来的 所以佛说 我们怎么样从轮回的角度 不是像孙悟空那样 裂成哪吒 孙悟空裂成一身本事啊 所以孙悟空并没有撬出死亡啊 所以他还会去野网店 大闹大闹野网店 他72遍都没 你能裂出72遍 你73遍也不行啊 你还在生死里面 为什么 这些是幻境啊 但是你看不清楚的时候 你就 你神通再大 你也撬不出去 知道吧 找到本性你就撬出去 因为奇心动念造成了 目前的这种障碍 奇心动念 不断的幻境啊 但是你认为 这个奇心动念是你啊 这个不是啊 这个情绪 你不要认为 你此时此刻这个情绪是你啊 但是你会被这种情绪伤感笼罩啊 痛苦笼罩啊 你觉得这么苦啊 是吧 从此开始处理啊 因为你迷失 知道吧 这么苦的原因是 因为你现在迷失了 不是你不够福报 不是我们不够聪明 不是我们没有散保 不是说说有这个世界 真的是无浊恶 是伤害你是 我们吃饱穿暖以后 我们还在迷失 不幸福 你迷失了 从迷失中解脱啊 这就是佛智慧 用智慧来解脱 这个智慧不是人世界的理论 坐在那儿 不认 这不是我 奇心动念 这个情绪不是我 但是还是很痛苦啊 唸佛号 词咒 一天一天烈 一天一天烈 烈禅定功夫啊 从定中 定是离向的状态啊 从离向的状态 抽离出来啊 从外发里面 把自己 从龙转那种信息堆里 把自己些提留出来 所以刚开始是有点难度的啊 大家因为 所以你要发起这个 要要要 你要知道自己是迷失的 你知道你就迷在其心动念 被这个智慧转了 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事情 如果你觉得这个 这个时空是真实不虚的 你不会去求成佛这件事的 你一定会用尽一切办法 解决当下的问题 但是明天他烦恼还会来 但是这个没有问题啊 你今天说我很烦 我去唱歌跳舞 可以的啊 唱歌跳舞啊 喝了酒 甚至我喝醉 我喝酒啊 我去什么 我回来我很开心啊 我很开心 但是我醒来又烦了是吧 我永远这样子治疗 这些治疗就叫临时 就像吃麻醉片的啊 吃吃麻药的 就是临时起点作业 不是不起 但是他不能根本救度你 他不能根本救度你 那个迷失的心 知道吧 不管你多聪明 你现在迷失了知道 只要你哭你就迷失了 你迷失在时空的流浪里面 你的心 比你的起心动念在转 比生灭法在骗知道吧 然后你比你的见闻觉知在转 你看见啥了 听见啥了 体验啥了 身上有感觉有瘦 这些东西都在骗你 你知道 这不是真的知道吧 你不是这样的 你是天上地上唯我独钟的那个你 但是这个现在变成了一个凡夫众生 知道吧 这个凡夫不断的抗衡 不断的说你是苦的 你是你看你看 你不苦吗 他打你他骂你是吧 你看 是吧 不断的告诉你 你看他骂你 你看你看 他不喜欢你 他狠狠的看你 是吧 你看他骂你 声音也是 你看他打你了 胳膊你疼了吧 你看 所以在这些境界里面先不要动 在六根的见味觉知里面先提下来 我还没看清楚了 他到底是骂我了打我了 不要相信你那个胳膊的感觉 不要相信 这个很难的 这是个修行方法 这要大家说这不傻子吗 你先做个傻一点 先做个这样的傻子 你慢慢抽离 这就是从诸校里抽离 从自己制造的这个梦境里抽离 比如我经常说 梦里面不是有人也打你吗 你不是也委屈的苦吗 你要想解除梦里面的苦难 不是梦醒来吗 是吧 你在梦里面做了个恶梦 很苦 你问我我怎么能不苦 我肯定说醒来呀 醒来梦境全消失啊 美梦恶梦全消失啊 你醒啊 你赶紧从床上蹦起来啊 你站起来啊 然后你说不行啊 我已经醒不来了 是吧 我在梦里面这个恶梦 老虎在后边追我 我都赶紧把这个老虎杀了呀 是吧 有件事情啊 我说实在不行 咱俩就弄个猎枪吧 那老虎打不过啊 咱俩弄个猎枪 这就叫法门各种 各种散散方便 咱俩要不喝酒去吧 咱俩唱歌跳舞去吧 咱俩唱歌 咱俩念奏持奏 咱俩如有 咱俩玩 是吧 这不临时的在梦里面给你出主意吗 你知道这叫收主意吗 你会梦下去的 老虎打了 哎呀太平无事了继续梦 是吧 咱在梦变美梦了嘛 在恶梦老虎也不在了 你看 这房子也变我们了 老虎这个房子变我们俩的了 我们俩坐在一起继续嘛 这不是恶梦变美梦 你不是够醒来了吗 是吧 有时候说不打老虎的原因是 让你赶紧跳起来 那个不是你这次梦啊 这个人力现在是对你就是个最大的梦境 这个坚固梦想 这个人力所有借我觉知的东西 认知的都是个假象 另外仅都是假象 这才是佛学的之间啊 你要坐在这问佛 问我啊 我就这样打 是吧 但是我们在这个梦没醒来以前 能不能打老虎 能 老虎咬你 麻醉要涂的 指头咬要涂 否则在梦里面就灭了 是吧 是吧 我们要见这个梦境里面 这个假设一定要修正的 所以 所以要保护好它 是吧 它也不影响 这个是最根本的一个方法 就是彻底的让你出苦海里 有一天安心解脱 其他的方法都是展示的 你说 幸福啊 其他的你要搞清心在哪里 心在就是 什么才是你 真正你 这个是好像是 如果我这样问 好像你觉得是哲学问题啊 好像是什么 啥也不是 这是生命的本 本来的 这件事很重要对我们 这是我们 活着必须要搞清楚的事啊 否则你活不好的 我告诉你啊 他不是知识 所以你不要把 释迦牟尼佛高高的 放在房地 放在天空里面 仰似 伍起头地 叩拜 他不是神 他妈生出来 投胎到这个世界上 告诉你 这件事很重要 你搞清楚了 你真的很快乐 能活成极乐 再缩脱活成极乐 再武卓恶事活成极乐 地藏往下地狱活成极乐 否则你怎么能不受伤 苦难是你自己不断地想出来的 怎么能你自己制造障碍 连这个墙都是你 你认为它是物质的 你认定了 你就绝对穿不过去 我告诉你 因为你对物质有定义 所以佛学最后 连所知障 所知障都要停下来 你说你知道点啥 你已经无名开死了 你看这个人世界的理路 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人世界你一定要知道点啥 你知道的越多越好 佛学是 你要知道越多越好是好的 要博学 但是上座以后你啥也不知道 不要拿那些知道的 那是人力的东西 就算你推理到天体 推理什么黑洞 白洞 你都知道 是吧 爱物质 你都知道 那些救不了你的 你哭照样口 轮回照样轮回 那是人力三维角度 因为天文望远镜 不是科学家俩的肉眼看的吗 又不是神在哪看望远镜 难道那是真相吗 几十亿宫内外 有一个土做的球球 你觉得那是真相吗 还是死的就在那掉下 我们连自己都搞不清楚 知道 但是不能说科学是不好的假 科学是外求法嘛 而不大的通过对外界的研究 来了解真相 生命的真相 佛学是内求法 通过了解自己来了解 你博大到你的你的思想 你的气息 博大到你是一个世界 知道吧 所以你看佛学定义人体 他都不是说心肝脾肺生啊 经络他是说地水火风空石 他拿七大地水火风空啊 这样来定义啊 四大皆空 平时说 跟外界的风水是一样的 跟外境是一样的定义 你也是地水火风 幻境跟你没关系 知道吧 你认知了 苦难无尽 他会坏的 死亡 他会死的 但这不是你 你就永恒了 你找到你自己就永恒了 所以古时候很多皇帝求长生不老 猎什么丹啊 猎丹啊 也不能说是不对啊 有些药是能够活很久的啊 猎丹 就是比如说太上老旧的丹 或者是哪个高临的丹 吃了还真的是能活好久 有些是吧 这也不奇怪 有些乌龟都能活一万年 是吧 我们人力不过就是像乌龟一样的 很多动物都能活很久 是吧 这有啥难的 很多植物也能活很久啊 上千年 上千年 活那么久 是吧 你要不快乐有啥意思 是吧 活那么久你要那么苦 有啥意思 就是 我们是就是个幻境 我们迷失了 准确的说 我们坐在这儿都在迷糊之处 然后想离苦得乐 我们想得乐 得乐是件好事情 要有方法 佛学就是靠定态 让我的状态定 这是个桥梁 能够让你看清真相 定不是让你列出72遍啊 像孙魁胜看清真相 然后为什么大家定不住啊 很难啊 很难定是 红尘里边 各主认知 各主定义停不住 别修定别认知 别修定别认知 齐齐欲望也不想改一点点 你看很少有人改齐齐欲望 所以佛制定了戒律让你改 强迫你改 但是我们是在家人嘛 没人自定你 没人追在你后边 骂你说你 你现在看你吃麦油饭了 七七六月 你知道漏实吗 七七六月太放逸了 放逸然后收不回 坐在坐地上那个星啊 三个小时以内 还在天空飘呢 收不回来 飘得太远了 知道吧 白天飘得太远 晚上说我 老师我两个半小时坐了 我说你白天飘了多少个小时 白天飘的那 那个影像还在这儿 还在这儿演呢 录像啊 你可是个录像姐 还在那儿播呢 存播呢 最少的五个小时 六个小时吧 然后你又腿疼 腰疼是吧 绝授又出来了 所以大家对不住 真的是 所以如果你想 两三个小时就能够收拾内心 然后如如不斗 然后看清真相 进入三磨点 外面少飘 你知道吧 六根少动啊 借门觉知 减少啊 是吧 不要不要老录像啊 录那么多镜头干啥 录进来 然后每天放了放了 坐在那儿 都心花怒放的 怎么能定做 录的东西太多 而且纠结的事情太多 是吧 你说停不住啊 不由我 我就不信了 是吧 只是你觉得那件事不重要 解脱轮回不重要 是吧 担切重要 什么拿奖重要 写事自我重要 那件事还没有放下你的日常 了知生命真相 因为太慢 要是三小时搞电 太慢 你觉得那件事不重要 但你考个大学 还拼命了十年 是吧 十年寒窗了 考了个大学 还不一定你能考上 是吧 然后无忧无悔的 在学校里边 还被老师骂也很乖 是吧 现在你想了解个生命的真相 从生世轮回中解脱 你就想三小时搞电 是吧 你觉得可能吗 然后搞了三年 我已经三年了 啥也没收获 你肯定没收获 因为没修成嘛 怎么能有收获 是吧 继续啊 方法对了 那个什么就可以 只是跟人道有些东西不一样 大家 这是根本的解脱 根本就 其他的都是临时的 你如果我今天告诉你 怎么快乐的方法 我有一千条方法 让你现在就快了 但是 一年以后你说又开始烦了 你过来还是 我还是习惯 还是这个问题 就这样 还是从肝上来吧 因为你这么聪明 这么年轻 咱就从肝上跑 寻找你的本心 OK 不停 没了 是 不停 我现在不停 都得出事 我并不停 我才会 在路线有点 我才能连到 那 我不能帮忙